我又买了一个 一个东西 一个大东西 海淘买的 在英国亚马逊 好像十天就到了 非常快 没想到现在 就是亚马逊上面去海淘 我觉得速度是非常快 然后寄过来也是顺风 好了 我们先开箱吧 看一下是什么东西 OK 就这个吧 这牌子还挺大的 塞起这个 哇 包装还蛮好看的 这样的 咖啡机 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喝咖啡的 但是一般喝的都是那种速溶咖啡 什么雀巢啊 水葱的那种 一直想尝试一下 我觉得 手冲咖啡是一个技术活 所以最近一直在研究 然后就发现了 Brivial 那个品牌的 870吧 那个是 型号 是最便宜的 一个半自动的手冲咖啡机 所以先尝试一下 然后无意中就发现了黑五这段时间 亚马逊上面 这款 Sage Sage 它其实和刚才说的Brivial 那个牌子是一样的 只是它在欧洲的品牌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型号呢 其实就是Brivial的870 非常经典的一款手冲咖啡机家用的 然后这个呢是Sage的875 喜欢是一样的 从外包装看这里可以冲很多 类型的咖啡 可以拉花 尝试一下看能不能拉出花来 然后这边 哎呀 外包装还蛮好看的 这里还有一个和就叫伯复 我们名字国产叫伯复的870 它这个这个好像和它区别 唯一区别就是这个杯 这个杯是有一个感温 就是那个流来打花的时候 那个加温的那个温度 有个温度表吧 显示器 我觉得这对咖啡小白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示 像我们温度不是特别好控制 然后它有半自动 可以把咖啡豆磨成咖啡粉 然后是一个当锅的 当锅的咖啡机 家用嘛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正面包装了 就这样看一下 这是一个 清洁套装 这可能是清洗 清洗水箱的 刷子什么的 这些都是清洁工具啊 这是非烤蚝 我也不太懂 六角的扳手 这里还有一个刮粉板 这个上面也有说明啊 蛮精致的哦 好嘞 再收起来 什么东西 外观就是这样的 哎呀 不销钢的 还蛮好看的哈 这个呢 是在英国买的 所以呢 它的插座 是一个欧标的插座 所以呢 我们需要 拿一个欧标 转国标的一个转换器就可以了 这是兜仓 里面呢 是装咖啡豆的 就这样的 这都是塑料材质 哦 这里有个开关哈 这边一旋钮呢 这个咖啡豆就可以从这里 掉下去 然后进行研磨 然后咖啡豆就掉不进去了 起到一个密封的作用 放这里啊 这蛮好的哈 不喝的时候就可以把它锁起来 这个就是 打奶杯 480毫升 480毫升 最好是需要一个 350毫升的一个 咖啡杯 我家好像还没有350毫升的咖啡杯 早就可能还是需要去购买一下 真的蛮好的 这个不锈钢的 哦 它这个 温度显示啊 只是一个 温度感应贴片 它只是沾上去的 然后根据那个杯的温度之后呢 这边会变颜色 因为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感应器啊 就跟小孩子发烧 测量额头的那个东西是一样的性质 然后这个是它接咖啡粉末的时候放这里 嗯 放这里吗 哦 这样呢 然后这里是压粉的 它设计是放在这里的吧 对 磁吸的 这个蛮好的哈 OK 这是54毫米的单杯和双杯 然后又分单层和双层 它左侧呢 这边是就是咖啡豆磨成咖啡粉的一个调节 啊 细腻程度的 有1-16档 数字越小 磨出来的咖啡粉就越细腻 然后这上面是一个暖杯架 非常小巧不是特别大 我就是考虑到家用嘛 我看一下它的仓宽 32 高度 高度40 最加上这个豆仓40 然后这个宽度是 32 也就是32乘32乘40的一个体积 挺好的 不是特别大 非常方便 不是特别占地方 然后你只需要找一个有电源的地方 然后它是设计有水箱的 咖啡是有水嘛 这个 买下来了 还有一个提手啊 这个设计还是也蛮好的 里面有个简单的滤水器 这应该就是个滤水器了 这应该是个滤水器的架 然后这个呢 啊 滤水 滤水芯 滤水器的那个 滤芯 嗯 就是这样的 那上面这边也是可以 这条叫什么 不太懂 后面再研究吧 然后这个 淤芯架 套上去 里面有一个定位箱 我们只要插进去 加上水 就行了 最低是250毫升 然后这里呢 是2000毫升 嗯 就是两升水的一个 容积量 这边也是可以打开的 这边是一个 接水箱 这种沸水啊 沸渣的什么 的 接在这里面 然后这个小的杯子呢 可以放在这个 这后面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一些开关 其实没有多少开关 从面板 这边面板来看呢 一共就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呢 power 就是电源 电源开关 然后这个是研磨量的一个开关调节 然后这边是单杯 double 双杯的一个调节按钮 就是你冲一杯冲两杯的一个意思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 压力表 显示盘 这个呢 就需要自己调节 根据粉量啊 研磨量啊 这里是一个单杯选择 和双杯选择的按钮 这一排就介绍完了 非常的简洁啊 下面呢就是 放压盘的一个地方 这下面是模式粉红的接出来 接好粉以后呢 应该是放这里 然后 留在这里 然后再按压 你选择单杯双杯 然后它这边就会出来了 这边拿一个咖啡杯就在下面接着 这里是接热水的出水管 那旁边呢 是一个蒸汽管 打牛奶用的 因为它是最基本版 所以它的喷嘴口呢 只是单孔的 打牛奶的那个时间 可能会比商用的 会实际上更长一点 然后这边有一个调节 对 这有个调节开关 一个是蒸汽开关 和一个出热水的一个选择按钮 蒸汽管这儿可以打牛奶 最后呢可以拉出那种你想拉的花 这也是我为什么想买它的一个原因 家里还没有咖啡豆 没什么介绍了 非常简单和简约 我觉得这样的小机器应该上手不难吧 考验自己的时候到了 动手伦理嘛 我也喜欢折腾嘛 这么厚一本没有中文 好了 关于这个CG的小型咖啡机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关于这款咖啡到底好不好用 人们冲出自己的咖啡呢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后续呢 会给大家分享 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咖啡 好吧 好了 今天的开箱视频就在这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来下方点赞 并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Lovie Bye Bye I don't feel like a minute I don't feel like my head is straight I'll be lonely together You're talking but it makes no sense I need space to find myself A little time to get some rest If I stay I lose my breath I'm going to find my space I'm going to find my space We've been there before Now I'm going down When I just want to sneak high We've been there before Now I'm going down When I just want to sneak high We've been there before Why can't we talk about it I don't think that you really I don't think that you really